哈喽哈喽今天又来打球啦 今天是跟安徽队的在打球 因为他们过来泰国交流 所以就刚好碰到一起 有朋友介绍认识就过来了 国内的水平还是会更好一些 我觉得因为起码练的更多嘛 我对面现在在打的这个是黄喜龙 应该叫他带我打球 他全场都没怎么动 但是我累得半死 因为男生和女生身体素质上的差距 再包括系统的训练啊那些的 所以差距根本就不是一点点大 是非常大 我今天是特意让他带我打一个单打 不是说我的球打得不够开 但是就是对他没什么威胁 因为男生的速度本来就是非常快的 但我们的球出去又稍微有一些软 所以对他们来说基本就没什么威胁 这场球大家就看看就好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 而且他也不需要认真打 所以我只能尽量打好我自己的球 而且我的失误确实也是有点多 主要没怎么练就会这样子 但现在打球就是以开心为主吧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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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我解惑 西哥通快照 这种大家很感兴趣的反拍过度球 可以稍微说一下 就是我这个球点已经非常厚了 整个就是人正面对住球了 所以这样子的球基本是非常难打的 大家平时要练反拍过度的话 不管是高远球掉球还是沙球 全部都是要找好点的 都是一样的 因为球的质量跟你的基球点 就是直接有关系的 基球点不好质量就肯定不高 如果练的时候都找不到好的基球点 那你打球的时候就更不可能找得到 OK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或者是想说的问题 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爱你哟